在台中市的街头惊传枪响 就在昨天晚间六点多 有狼叫车因为心机可疑而被警方拦查 但嫌犯他为了要躲避茶器 竟然是加速逃逸 而且一路危险驾驶 远警总共前后开了酒枪进行制止 想听情况请记得杨佩玉带你来掌握 好主播各位观众 可以看到警方委随意布白色轿车 先按喇叭示警 没想到眼前的驾驶呢 不但是没停车还加速逃逸 下车 开车难驾驶一路上高速狂飙 还逆向行驶 最后警方在车阵中将他拦下 见情况危急呢 先对空迷了五枪制止 但男子还是没停车 更企图冲撞远警逃脱 因此远警呢再朝引擎盖水箱 开了四枪 事发在台中街头 昨天晚间六点多 一辆轿车开车经过西安街文华路口时 因为心机可疑遭到警方拦查 没想到嫌犯为了躲避茶器 竟然踩油门加速逃逸 警方前后开酒枪 让车辆无法继续行驶后 破窗张开车男子 拉出车外 牙齿在地 尚靠逮捕 我发现这部车子沿路 有危险驾驶的一个状况 那行金本侠 反中路广五路口 要难平之地 这部车子突然拒检逃逸 有冲撞同样的情形 同车的27岁女性友人呢 也一并被带回侦办 已在车上查获三包海洛云毒品 以及吸食器 两人都被依毒品 以及防汉公务最嫌 移送法办 明镜上是为你讲 我当消息一下 把时间镜头 降浪棚内